好的 用迷你厨房做粉丝想吃的食物 粉丝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来看一下上期的粉丝视频频了 叫张勇红的粉丝想看我做糖醋排骨 叫宝宝贝贝的粉丝想看我做红烧排骨 还有叫和气酥脆的粉丝也想看我做糖醋排骨 还有想看我做红烧排骨的 怎么这么多喜欢吃排骨的呀 我做哪一种好了 算了干脆两种都安排上嘛 就是这么充分 酸排骨 无论做哪一种排骨 这个排骨都要先搓水 把我们用的排骨搓水备用 冲切段 这样切切备用 这下都要准备两份的量 那我们就先来做红烧排骨吧 起锅烧油 倒入排骨 煎至原味鸡黄 加入葱姜 白椒 打辣椒 爆香 再倒入老抽 生抽 蚝油 糖 盐 调味 现在开始 没过排骨 盖上 给它焖个20分钟 大火收汁 然后撒上葱花 装饰一下 冲下来的糖醋排骨 先来调一份酱汁 软中将半勺料酒 一勺松抽 不要少老腾醋 一勺冰糖 这边好放旁边备用 再加起锅烧油 加少许冰糖 先来炒个糖色 这个炒至奇快就可以了 倒入排骨 快速翻炒均匀 让排骨都裹上一层糖色 再下入葱姜 花椒 水滑了 继续翻炒出香味 加入开肥 蘑菇排骨 再把调好的酱汁倒进去 这个酱汁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盖上盖子 焖20分钟 吃的时候把这个姜 还有芭蕉都焯出来 这个味道已经进去了 盖上继续焖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再加点盐调个味 大火收个汁 出锅前再来半勺醋 汤汁有点粘稠就可以出锅了 完成 来我们对比一下 这是红烧排骨 这是糖醋排骨 这来一看都差不多 但是仔细看的话 这个糖醋排骨颜色更鲜艳一些 我们再来谈一下味道 大家看看更喜欢哪一种 现在尝这个红烧排骨 粉丝先吃 蛮嫩的 这个颜色虽然我不怎么亮 但是味道还不错 香辣味的 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辣 再来尝上这个糖醋排骨 看看这个 完美特骨 这个吃起来酸菜甜甜的 而且更软烂一些 我更喜欢吃这个 你喜欢吃哪一个呀 真香啊 那下期大家还能看我做什么菜 喜欢评论个手 都给大家安排拿啊